今天這篇算是一個賞吸啦 賞吸什麼東西呢 只有17個方式來跟人家說 你好笨 OK所以 換個方式說人家笨 我覺得這是我們應該學的東西 不過他 實際生活上拿出來的機會不多 因為他都是一個一個拐著彎的那種 骂人的一些 片語類的東西 哈囉我是Paul 到周五新聞一起讀 為什麼這麼卡 好anyway 所以我們就來看吧 第一個怎麼樣去pulitely說人家stupid 第一個說的是他都用圖片的方式 我覺得不錯 所以這是一個俄羅斯的proverb 的一個諺語 有聰明的想法 intelligent thoughts 有智慧的一些思維想法 一直都跟著他 很遺憾是他比較快 所以他跑得很快 智慧追不上他 所以他持續是個笨蛋 我希望我不要解釋太多 因為有時候解釋太多 反而就不好笑 來第二個 I agree with you but we would be both wrong 所以你現在在說的東西 我是同意啦 可是我如果同意你的話 那我們兩個就都錯了 聽懂 你就是錯的 我就不要同意你 我同意你聽起來 你可能爽爽的 你同意我 但我們兩個都錯了 OK 再來 這一個我看了一陣 看了一下 因為我對他本來有一些誤會 但後來算是有理解 Sharp as a marble 答案 OK 這個答案我本來有點沒懂 後來想一想 大概就那樣 好什麼意思再解釋一下 Marble是什麼 Marble是 當然Marble有大理石的意思 OK 可是另外一個Marble的意思就是彈珠 所以你跟一個彈珠一樣尖銳 對我們通常Sharp這個字 雖然說有尖銳的意思 可是我們如果形容一個人很Sharp 多半是表示他是聰明的 OK 好聰明的人就是Sharp 我們不能把他翻譯成這個人很銳利 OK 我們會把他翻譯成是聰明伶俐的這樣 所以你就跟一個彈珠一樣銳利 那就表示你根本不銳利對不對 那那個大丸是什麼 就是那個傢伙 OK 就那傢伙聰明的跟個彈珠一樣 這樣OK 瑞麗的跟個彈珠一樣 Sharp as a marble That one 這樣OK 好下一個 They only got two brain cells and both of them are fighting for third place 這也是拐個彎 所以就那個笨蛋只有兩個腦細胞 而兩個腦細胞都在爭第三名 所以他沒有一個腦細胞聰明到可以是第一名這樣 大概可以 第五個 Couldn't pour water out of a boot with instructions on the hill 說的是 這個人笨到 這個人笨到 這個我覺得拐得玩得好多喔 這個人笨到 如果說 今天一隻靴子 穿的靴子裡面裝的水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靴子要裝水 然後這個靴子裝的水 我現在要你把它倒乾淨 OK 那你想說那倒水出來以後就倒嗎 就把那個靴子翻過來噗水就倒出來了 而且 而且 我還有斜著到底該怎麼倒水 斜在他的腳跟上斜跟上 所以我要你把一個靴子裡的水倒乾淨 而且我還把指 instruction寫在他的斜跟 就是heel那邊 OK 所以heel這個字認識一下 就是斜跟腳跟的意思 OK 不是heel heel 所以 都已經寫給你看了 然後你要是真的在倒的時候 你也看得到 因為寫在heel上對不對 弄那麼清楚了 你還是沒有辦法把這個水倒出來 所以你到底要笨到什麼程度 大家懂了 Couldn't pour water out of a boot with instructions on the hill 一個人可能笨成這樣 第六個 It's better to be silent and thought a fool than to speak and remove all doubt OK 那 It's better to be silent 所以最好就是 墊墊不要講話 It's better to be silent and thought的部分 其實是省掉了b動詞 所以他這裡的平行結構 是silent and thought 都接在b動詞的後面 所以 最好就是沉默 be silent 而最好也是被想成個傻瓜 So it's better for you to be thought as a fool to be thought of as a fool 這個of as都丟掉了 to be thought a fool 所以最好就沉默 然後被人家當成傻瓜 比起什麼呢 比起 你就講話 然後就把大家的懷疑都給移除掉了 因為什麼叫把懷疑移除掉 我本來懷疑你是不是傻瓜 結果你一講話 沒有疑問了 你就是傻瓜 OK So if you speak you remove all doub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you are indeed a fool 聽懂了 So it's better to be silent and thought a fool than to speak and remove all doubt 我有點過度解釋 我覺得但可以了 第七個 我覺得這也蠻好笑的 希臘的一個 When it was raining brains you had an umbrella 所以當現在在下雨 而下的不是水 下的是腦袋 腦袋像雨一般掉下來的時候 你應該被打得滿身 所以你全身都是腦袋 你很聰明 可是偏偏你撐了一個雨傘 所以腦袋完全沒有下到你身上 大概懂吧 下一個 第八個 A common mistake that people make when trying to design something completely foolproof is to underestimate the ingenuity of complete fools 所以這是一個很長的一句 那不太能夠搬得出來說真的 but無所謂 還是解釋一下 所以一個人們常犯的錯誤 就是剛剛講的這一下 So a common mistake 動詞就在下面的is 所以一個常見的錯誤就是 然後後面就結不定次來結束它 所以什麼錯誤呢 就是人們會犯的錯誤 A common mistake that people make 所以這已經是一個形容詞指句 那再加一個副詞指句 時間副詞指句 就是人們什麼時候會犯的錯 當他們試著來設計這個東西的時候 So a common mistake that people make when trying to design這個東西 Design what Design something that is completely foolproof 所以設計一個完完全全的防呆的東西 這個foolproof 防呆應該大家是理解這個概念的 我們講說什麼proof就是防什麼東西 所以今天防彈背心叫bullet proof OK防彈燒臉 BTS OK Bullet proof OK防水 Waterproof 防呆 Foolproof 應該沒問題 所以當人們在試著設計一個防呆的東西 會常犯的錯誤就是 是這個 是什麼呢 就是低估了 傻瓜到底能夠多傻 OK So it's to underestimate 低估 低估呢 就是徹底的傻瓜 他們到底是多聰明 多有智慧 這樣子 所以他用了一個反諷的方式 ingenuity genius是名詞 ingenuity也是名詞 可是他就是聰明才智之類的 OK 好可以了 第九 You aren't the biggest idiot in the world But you better hope they don't die 所以你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白痴 OK 你不是 可是呢 你就最好希望 他们不要死掉 他们是谁 他们就比你更大的白痴 OK 好了 他们如果死了 你就是第一名了 OK So you aren't the biggest idiot in the world But you better hope they don't die 可以了 文法上要挑剔一下的话 你最好得怎样 you have better 所以这个you后面其实少了一个 就一片地这样 但这个不讲究了 来第四个 You are the reason we have warning labels 所以我们为什么有很多的一些警告标示之类的 例如说像 像我记得好像是不是真的看过 法辣上面写不可食用 例如说 谁会把法辣拿来吃 说不定真的有 Right 所以你就是我们有这些警告标示的理由 为什么 因为你笨 好 这大概可以 第十一个 If you are half as smart as you think you are You'll be twice as smart as you really are 这也是 所以要是你 If you are half as smart as you think you are 要是你真的有你自己以为自己多聪明的一半聪明 OK 所以要是你自己觉得你有百分之百的这个就一百分的聪明智慧 你如果你真有一半的话 所以你如果真的有五十的话 So if you are half as smart as you think you are You think you are a hundred percent But if you are half of that 如果你只有五十 那你也已经比你真正的聪明才智多是两倍了 You'll be twice as smart as you really are 好 大概也懂了 我有没有过度解释 我也不知道 下一个 十二个 A village somewhere is missing their idiot 这个也是要一点解释 我们通常在童话故事里或之类的 一个村庄一个部落或什么的 都会有 故事里总会有一个白痴 对不对 一个最笨的人这样 他就是村上著名的傻瓜 村子里著名的傻瓜这样 就连我们玩狼人杀里面都有一个白痴 一个村 不是村民而已 他是白痴 也是一个角色 好 所以在世界上某一个村庄里 某一个village里面 他们的白痴不见了 就是你 OK so a village somewhere is missing their idiot 好 应该希望有懂了 十三个 his train of thought is still boarding at the station 好 所以这个 一定要讲一下 OK 算是 我应该会把这个放在今天的标题吧 train of thought 这是外国人常挂在嘴巴上的一个概念 就 train是火车是没错 但说真的 这个片语的意思就是 你的思考想法这样 OK 尤其是当你在 讲一个事情的时候 那你这个事情可能你要从 A 然后发展到B 你讲一个论点 你在这个论点 从B还要推论到C 然后从C再绕回来去 补一下A的部分 最后终于可以到一个 D的结论 所以这就有一个串联串联起来的感觉 像不像火车 很像吧 OK 所以我们就讲 我的这个思考逻辑路线模式 什么之类的 我们就叫它 train of thought 事实上没有中文的对应讲法 我认为 所以如果我今天在跟你聊天 我们就不要用中文来讲 我们就举一个英文的聊天例子 我跟你聊天 聊聊聊 然后 我刚刚在讲什么 那我当然可以说 What was I talking about? What were we talking about? 提醒我一下 我们刚刚讲什么 因为我们干了个杯 然后聊一下 这个酒真好喝 然后我们刚刚在讲什么 对吧 你觉得这种事很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again 你可以用刚刚的说法说 What were we talking about? 我们刚刚在说什么 可是你当然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说 你可以说 喝了这边 这个酒真好喝 Oh jeez I lost my train of thought 对不对 我的train of thought不见掉了 我刚刚发展到b 现在正要往c走 可是b是什么 我刚刚已经忘记了 所以这叫做 Lose your train of thought OK 这很常听到 所以这边其实常常的 前面常常出现的动词就是lose OK You lose your train of thought OK 所以这里就说了 他的train of thought 还在车站 这个boarding boarding应该知道 像搭飞机要登机 那登火车也叫boarding 这样子 所以他的火车呢 还正在车站 在board 所以还没出发 所以总之他就是 想法上是根本还没出发 大概这样就懂了 OK 14个 The wheel is spinning but the hamster is dead 所以这个 这个wheel 你知道那个仓鼠叫hamster 那天竹鼠叫guinea pig 所以仓鼠死掉了 但是轮子还在转 所以轮子在转 能力在空转 因为没有仓鼠在那边跑 仓鼠已经死了 总之笑一个人没脑 OK 空有一个头壳 可是里面的仓鼠死掉了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15个 He needs to carry a plant to make up for the oxygen he's wasting 所以你这个人浪费氧气 太笨了 所以你就应该 时时拿着一颗植物 抱着一个家里的盆栽 为什么 你这样才能够 让这个盆栽 替你弥补 你所浪费掉的氧气 因为它会光合作用 对不对 好 光合作用这个词 偷福的同学要会 光就是photo 你不要跟我讲 photo是照片 no photo这个开头 其实是光的意思 OK 只是说以前的照片 现在还是 照片需要感光元件 或什么那些的 所以它还是跟光很有关 所以photo是光 那有个词叫做 synthesize 是动词 它翻译成中文叫合成 OK 像我们讲说 有一种键盘 它能够模拟各种不同乐器的声音 那我们就那个叫它synthesizer OK synthesizer 就合成器 那它的名词叫做synthesis 所以photo synthesis 就是我们理解的光合作用 你看不是有合这个字在里面 OK 光合作用 然后会产生氧气 所以你呢 所以它呢 就时不时要带着一个plant he needs to carry a plant 来弥补 to make up 所以make up 有弥补的意思 弥补它所浪费的氧气 for the oxygen he's wasting 可以 16个 我好喜欢这一句 I can explain it again but 对不起再一次 I can explain it again if you like but I can't understand for you 所以你要是有一个东西没听懂 我是可以再解释一次 可是我不能替你了解 哦 那好侮辱人 所以要是你以后跟人家讲话 你又没听懂 我可以再解释一次 可是我不能替你懂 这真的太侮辱人 but I like it 好最后一个 If your brains were dynamite there wouldn't be enough to blow your head off 所以要是你的脑袋 是炸药炸弹的话 dynamite 那 那你这些 这个脑 你的dynamite 也连你的帽子都炸不掉 所以你的脑袋 如果爆掉的话 dynamite引爆 就连帽子都不会掉下来 因为就是这么少 OK 所以你的脑袋 dynamite的量就不大 好 所以总共看完了这17个 拐个弯骂人家笨的一些说法 希望觉得是很有趣的 那顺便也可以说一下 这个是我来自脸书的一个社团 叫做Language Nerds Nerds就是那种书呆子或之类的 所以对语言来说 你就是一个Nerd 上面就常分享一些 这种跟语言有相关的一些好笑的东西 不见得一定是英文 有时候是别的语言也是有 但主要是英文 好分享到这里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